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魯華爾,鏡花先生 今天開始節目之前,那天日本發生了8.9級地震 到今天為止,好像說死傷人數已經去到2000了 還有,有些人可能還沒有聯絡 非常嚴重,大家就聲援一下災物 同時,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這個 都乘至上個星期,前瞻之後 今個星期,就是回報CV裡面的內容 因為地震影響的關係,CV裡面的一些節目 都受了一些影響 這個我想大家都應該要理解 其實都是值得應該兩解 來到最後都是一個值得感恩的事 其實大家可以來到 難怪,他們可能有些家人都是日本的 始終他們都會擔心,這都很正常的 我們講回今次為期三天的節目 首先,第一天裡面 我們首先進去看證明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如由證明的事情開始講起 大家在場裡,其實 現場來說,對哪幾個證明的印象最深刻呢? 最深刻的證明 第一天一進去會場,第一個看到證明的證明 就是國穿的證明 我記得聲勢一如好大 其實它的架構應該跟動漫節的架構是一樣的 因為C3是一個普通的動漫節 是一個會將日本文化傳送的活動 國穿也只是 所以就變成不像是書展、動漫節 就是放一些地方去賣書、賣東西 而多了一些位置放一些書出來給大家看 而是不同類型的書 由一個漫畫、輕小說 到一些可能是比較另一種方面 大家可能少接觸一點的 一些另一個層次的漫畫 就是取向不同的那種 我意思是 很多東西都有它在一個地方 只能看到它有一個位置放了一些書給大家看 這些就有些不同的感覺 其實在攤位方面 排隊最多人的也是國穿 一如二旺 一如二旺 其實很大的機店 很多人排隊 有很多人 那免費大機和買東西不同 我覺得 買東西可能也想要拿什麼簽名會 有可能 有可能 第一天就是福井晴敏先生 那時候被你簽名會 他可以先拿了一個票先 頭150個人可以先拿一個票 整體上來說 國穿的Proof 骨架上就沒有怎麼變 因為其實國穿是那種類型 除非會有一些原作者 來簽名的話 其實他才會做一些相應的措施 那見到他這次都 所以變成有一個區的主打 因為這次是福井晴敏 來就是一個 Gundam UC 他也是Gundam UC的原作者 所以都見到他有個位置 專放放高達那些東西 都賣比較多UC的書 是很正常的 不過這次國穿的話 就被我發現新行比較少 都算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看翻譯問題 看翻譯問題 不過不是很幸運 就是他剛好這一期 撞到比較少書 說真的 國穿方面 本來我想過 他應該會主打我每七個集 但剛好就延了期 台國方面 我想他都處理不了 其實之後都應該會 我想之後的影響都會很大 其實這方面 但他反而會集中出了 梁峯 我看到他會集中出了 他那個Post是這樣寫的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延期 我覺得有機會會 我相信他也會 還有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 他會將一些 他們可能旗下小說的 動畫版的宣傳 或者PV 放上去 我覺得結合CV的題材 比較好 他有放一些動畫出來播放的 不過就只是在裡面本身 梁峯那裡 他只是在牆壁裡面 他那個牆壁裡面有 但他外面排隊的時候 就不見了 他會看到 我比較留意的 通常都是一些非買東西 當然我最留意的 當然我最留意的 當然是Scarlight那邊 還有江蘇那邊 那裡其實我覺得有回 之前試行版那次CV的影子 那裡其實有回 其實那個Proof的佈陣 他有之前兩年前的影子 在那裡 不過你說Scarlight那邊 可惜了一點 就是這次就沒有剪出一些原畫 可能就會是 這次試出 我的感覺就是剪出幾筆小一點 其實剪出小一點 剪出小一點 其實真的變了整個Proof 除了Counter之外 還有幾隻超入金的創性模型 還有Marcos的模型之外 就沒有其他 剪出小一點 對 比起上次 就略為訊息了一點 江蘇那邊 就有回一些原畫 不過其實 我不知道是因為 他的Proof很小的關係 所以其實 就好像 就不是太夠了 感覺就好像 不是太夠厚了 真的 都真的幾小 說真的 其實他那個位 是一個 攤位都不夠 一半個攤位 事實上擺的東西 真的很少 雖然我本來 他從一開始都說到 今次他會主要介紹 最終流亡2 事實上我也有點期待 他會說到什麼 怎麼知道 為甚麼 為甚麼 補亡2 補亡2 可能他真的沒有補亡 所以他沒有補亡 電視播舊片 八月天使 那些 他很流亡2 他很流亡2 是沒有的 但是 真的只有幾張原畫 就是 仁慈本身的 那些 其實我挺奇怪 因為去年 C3給了我 這些 其實 我覺得 真的 我們正常來說 是未必會有機會 會看到的東西 其實 我反而挺希望 在那裏看 不過他今次就比較少了 少少 即是變成一個 純粹是 擺設 他可能在那裏看日本做No.1宣傳 但是 香港未必會太做第一 所以 播放一些舊的東西 但是 他播放一些舊的動物 但是香港好像沒有賣過 不知 因為 你很難說 說謎之渠道那個問題 其實 理論上 大部分 大部分 其實 香港都是未曾經過 以正圖來說 那 有馬爾呢 有馬爾對誰的證明印象最深刻 沒有什麼特別深刻 那 那是傅之悅 傅之悅 傅之悅沒有什麼 我彈過之後 我都覺得有點失望傅之悅 傅之悅 雷星大霸 對著他 有很多很神秘的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很多我們都沒有意外的東西 咦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你又想得多了一點 不過 傅之悅最有趣是 筆入虎 就是以Tony為主打 對 就是以Tony為主打 給我這樣說 我們也有一個主持 是Tony為 不過他 不知道沒有買的 就是另一件事 然後說法 其實都是一些 poster的東西 亦都是 預期之內 沒有C79 不過都是 Figma方面 這次 他展出的全部 好像Elta GSC 那些 全部都是 展出了一些 已經在發售的 作品 未見到一些 可能將來 預售 或者其他 有圓形出現的 Figma 即是你不會期待 你會在FF 看到的東西 會出現 對 我覺得有少少可惜 對 其實大家都出了市面 已經可以賣的東西 大家看過了 說真的一句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放在會場 會場可以賣 又另一回事 但會場沒得賣 他真的一隻 那些Figma都沒有 連Figma 正常老實說 照回M 教級我們的知識 其實理論上 就不應該有得賣 當然是代理 這些 但他這次 那麼著眼 其實都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商品 有得賣 其實他展出了 反而沒得賣 有多小奇怪 那間票 我記得是代理 但他放了一本東西 說歡迎預訂 我歡迎預訂 很神奇 他發布很小 本東西放在隔 你不留意都不會 真的不是很稀釋 你不說我都不覺得 另外還有就是 BANDAI 最大佔的那個攤位 就是BANDAI 他的攤位 比較不顯眼 賣東西的攤位 最搶眼的那個 應該就是GUNDAM 那裡 試玩那個位 Extreme那裡 對 那裡說是第二多人排隊 就一定是GD Stream 即是看到一些人說 排隊又排隊又排隊又排隊 就是免費玩 記得上次CV是戰神之半 對 沒錯 那天是一隻機譜 然後變了 其實骨架上也沒有變 另外有其他一些商譜 其實今次幾集中電子書方面 我看到起碼有四檔左右 是有去看這個推廣的電子書 除了角川之外 還有這個公布24 G2C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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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專門做iPhone、iPad的電子書 有一個娃娃譜 這也不是的 這也有一個用Apple的人 不知道 他為什麼我走過 他叫做文卷 送iPhone 他說我沒有iPhone 這樣就幾好 就馬上搞定 像是柴氣台 不過就 給我感覺就是 他們好像少了一些 其實見到的 所見之處 就只有一個 我放幾個iPad出來 讓大家看看 嘗試實際看電子書 其餘那些就比較少 這些東西 至少沒有那麼多宣傳 因為電子書 已經不是一個很普及的媒體 在香港 我反而有些店舖 賣回日本的輕少少 賣回那些東西 真的有多人看 找本書 總觀然 其他相片 有入場的觀眾 有些就不作細表 但整體上整個C3 這幾天的流程 就算去到最多人的 應該是星期六星期日 的情況之下 我感覺就是 都走得很舒服 好像Bandai 和葛川 左右兩邊分開了 其實你見到 是有想過 被人排隊的問題 就算有很多人排隊 都不會影響到動漫節 會影響到你走路 他留到位置給排隊 他很細心地 我看到是木棉花 葛川 他都留了一個空間給排隊 AKB48那邊 AKB48那邊 而預留的通道 是不會影響到的 他是編排上 攤位上 一定是有種花心思 這個值得賺上 至少走幾天 星期五 我們就算星期五去到時候 當然星期五 因為很多人都要上班 或者要上學 所以 人流量會比較少 但到星期六 其實見到 人流量是多 但你都不會感覺到 有些什麼問題 而且 處理排隊方面 我感覺就是 每個攤位 都會接到一些指示 相信都會 其實很清楚 就是那些人排在哪個環 或者可以這樣說 你第一屆 上次兩年前的CV 其實他編排的 差不多 路大中間 阿笨大在左邊 阿托角柱在右上角 我記得都是這樣分 但問題是排隊那邊 其實可以這樣說 這次他會才是大率的 通道相對的 通道是闊了 你見到 每一個通道 上屆大概三個人 去到五六個人都能走得到 你一方面 他們會排隊 你見到他們 多了一些 藍杠、雪糧 即11屆這些 沒有這些 甚至是 在舞台方面 他們加了排隊的次數 即是 放在右邊 即是旗位的空 地上 反而 和11屆 放在中間位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比較一些 觀賞性的Proof 他放在中間位置 以及 他會穿插在一些 可能 你見到的 好像 如果角川隔離 就是Hobby 還有一些 應該說 會比較 可能一些比較 小型的Proof 或者一些 純粹觀看性 其實 對一班 你說經過的人 影響性 不會太大 即是Bandai那邊 Bandai自己 其實那邊 只剩一個 而且 在各位關係 你說 位置都 任他沒有了 其實可以說是 對 還有 還有 深思 你看到 長巷的地圖 你會看到 一個位置 排隊區 這方面 單是這一點 你已經看到 很分明地 畫了一個位置 排隊 這是我覺得 很多香港的展覽 需要學習的 排隊區 這方面 如果 這個地方 迫到你 走都走不到 你走的 意欲就會大 應該這樣說 香港是少了 香港Proof 裡面 其實有少少的意識 就是 他們是不會知道 自己那邊 好像是需要 有人會突然之間 排隊 但你看到 今次CV裡面 肯定 要排隊的地方 就一定已經 準備好排隊的準備 但不用排隊的地方 一定是沒有機會 你會看到有排隊的情況出現 還有就算有排隊 功能越多了 就是之前 平時 可能其他節目 可能沒有 其實現在 你說去年 或前年開始 其實動漫節 都有類似相應措施 其實已經是有 但對參展商業的了解 可能沒有這麼深入 就會變 嗯 還有哪幾個Proof 大家特別 有留意的呢 胡思 Road 可能是 賣卡那一個 大家有興趣 賣WS 對 這次 我跟他那邊 都聊過 其實他們這次 除了 WAS的卡 之外 其實他們現在 都集中 去推廣 他們一套 自己創作的 新的卡片 即是 今季動畫 正在播放的 卡片戰鬥先導者 這套 動畫之餘 就開始 嘗試推廣這套卡片 其實就是 看看日後有沒有機會 可以請到他們上來 去做一集 讓大家了解 除了 WAS之外 就看看 他公司其他 其他的產品 嗯 都是的 因為這些 漸漸多 玩不玩的 亦都有聽眾 跟我們提過 為何不講卡遊戲 啊 是啊 這個可以提我 一點點 其實就是 主持裏面 玩卡遊戲的人 除了我之外 應該是沒有的 而非常遺憾地 說一句就是說 WAS卡 其實我 只知道規則 以及有少量的卡 所以 其實我是玩不到 你贏了我 我連規則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是啊 他主力都會 推廣 其實你看到 另一個 好像剛才說 除了排隊 去買一些商品 之外 卡片那裡 其實你會看到 長時間都是 有很多人聚集 在那裡 無論在那裡 交手 或者買卡 或者交流一下 這個我記得動漫節 類似都有的 其實動漫節 它都有擺 不過你說 當然 動漫節 有包括遊戲王 其餘那些 卡片公司 這次又主打動漫 向WX卡 多些 沒錯 不過有人說 為何這次沒有卡牌 的確是沒有的 不過我想說 這些東西 你推廣 不一定要派卡 你派卡 始終要拿一張卡 之後回去 而你說 今次 我個人上 我個人上 比較 有少少失望的 就是 沒有卡牌 好像你在卡牌買 那麼多的不同種類 去買 或者有些特別的商品 去買 其實主力 我看見那邊 都是Mikkihoki 為主 其實 噢 可能因為 配合宣傳上 我相信這個可能是因為 但是 其他卡片 其實就 略為少了少少 以WX卡來說 對 那麼 這一節時間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 就說回一些 舞台上面的 Event 好 我們下一次回來 台上面的Event 好 我們下一次回來 台上面的Event 好 歡迎繼續收聽動漫舞台 好了 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 我們集中說的 就會在主舞台上面的活動 當然 第一場活動的 當然是AKB48的三位成員 跟著他們的才藝表演 有五對三對者 看到氣氛都熱烈 應該是 以第一日來說 是最熱烈的 最常的 因為實際上 我記得 香港的傳媒 我記得 香港的傳媒 有訪問過 以及本身AKB48 在香港的引起都很低 其實 有這樣的宣傳 我覺得有這樣的引起 是正常的 還記得 當時的記者會 找很多人來 可事而言之 都很主力 去推廣 沒錯 才藝表演 就會集中 以往動漫節 都會有一些 香港的 自組 自發的 團隊 上台表演 評分 AKB48 其實純粹說 第一天 就是表演了一首歌 應該是一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這麼少 對呀 對呀 其實你要記住 才藝表演大賽 他是一個評判的身份 他們是一個 所以 這方面 我們都很熟 無謂把門弄斧 對呀 無謂把門弄斧 我們都去回我們的熟 沒錯 然後就去回福井情文 U.C 第一天就是播放會 他有一個播放會 其實開頭都擔心 首先 第一天擔心的就是 第三集 剛剛出了 有沒有字幕 對呀 事實上是有的 好老實說 因為 我們就可能 略為沒有問題 勉強都可以聽得懂 但是 現場觀眾裏面 可能其他 或經過人 未必真的說 完全可以 不依靠字幕 都可以明白內容 其實開頭都很擔心 播放會怎樣 他播是播什麼 播第三集 即是觸本 觸本第三集 那麼神奇 第一、二集 就是一些精華片段 有旁白地說回故事那種 對呀 即是你當是 互憶那集 那時候誰都看到 我記得當時 U.C.打正旗號 就是要用各種形式 用全世界一起播放 那時候 我記得笨大 笨大 我記得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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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看得比較奇怪 但是 你看到就是 這次第三集 至少我看不到 至少我看不到 是哪個台灣版 還是香港版 應該是香港版 因為叫高達 對呀 但它用回的句 裡面全部的語句 是用回高達 而事實上 裡面都是用回台灣 各種U.C.的翻譯 對呀 對呀 句式方面 就沒有特別 都是 我覺得尺寸的質素 比較好一點 這次翻譯 即是不玩翻譯 我覺得 之後播完片 之後 就來到福仔 呈文先生 就來到這裏 上台 又說 這個 Talk Show 對呀 主要是說 U.C.的創作經歷 對呀 特別說到 為何他要 在馬薩反擊之後 兩年後的世界 去做這個設定 因為他說到 當地的日本人看動畫 即是他年紀看動畫 就是由這個初代的元祖高達 在馬薩反擊的時候 就剛好 參加班大哥 畢業了大家 就開始停下來 沒有看 因為他這次 做了U.C.的 是一個給大人看的高達動畫 所以 他就會 用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馬上接下去看 這個就是他 特別的創作意念 主題上 其實這個 都有說過 其實是大人的角度 看小朋友 或者小朋友的角度 看大人 其實整個U.C.系列 都很貫徹這一點 去做這個創作 嗯 亦都特別好記得他說到 很強調 就是這次U.C.的一套 就是一個 其實他雖然分成六集 但是他只能看成一個 全場六個小時的劇場靶 都會把他看成 對 就是一套魔界 哈哈哈哈 對 不過他就發色 拆成六部 但是他就很強調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劇場靶 所以他就 他是一個很新的意念 所以一看下去 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 可以將它當成一個 可能你看到之後 播出六集 將它連在一起 繼續看下去 可能就會有一種 更加不同的 觀術角度 亦都記得他說到 第四集 就是說到 這個 故事去到這個背景 就是宇宙的地球 他說到 因為一直以來 高達 有 動畫 就經常會 掩飾一些 比較複雜的地球上的物理現象 例如陽起沙塵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到 其實有看過第一集的朋友 都留意到 在殖民衛星無重的狀態之後 有怕的慣性移動動的動作 如果沒有留意 大家可以不妨開第一集 就是 其實它的慣性移動 你再對比就是 我想最簡單 你找回一套 舌來講的 那些 龍騎兵系統 你拿那些來 做一個對比 其實你要看見 就是 在SEED 或者以往的高達 很多時候就是發洋炮 無論在太空 或者在地球 他們的移動 關性移動的 物理移動 是一樣的 但 你看到 在UC 第一集中 看到無重力狀態之下 在太空中 用發洋炮 的表現手法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很重視 他們如何重現物理現象環境上的影響 去到地球 就更多複雜的事情 相比宇宙 這句話是複雜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留意消息 那方面消息 就會看到 第三集放映會的時候 監督都說過 希望給多些時間去到第四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在作畫方面 就更加多要兼顧 或者其實 這個就是 在主舞台裡面的一些訪問內容 不如說說 在記者會裡面 我們問到一些 福正老師裡面的問題 讓大家聽眾知道 福正老師 其實創造UC裡面的 更多的一些經驗 我記得 他很有信心 特別說他是副爺 有些人問到 這個UC就處於馬沙 到F91中間的年代 那會不會 其實他 他就 福正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做 福正就說 因為這個本身 這個高達都是原作者 原作者 副爺也是一個 副爺也是一個 他也是問了 副爺就是 在一個UC的作品裡面 作為一個 Advisor的角色 那麼 他就 他說 他說到自己身為這個 副爺的弟子 直接說 這個UC 直接用這個故事 他覺得是一個 抵抗的意識裡面 應該這麼說 其實福正老師 都會擔憂 一件事 究竟可不可以 延續到 你說 在這個 舊世代 高達裡面 副爺老師的感覺 所以 其實 他寫這個UC 其實 都會 給這個 副爺老師 去看一看 每次都會 看一看 副爺老師 覺得 那個感覺 是否忠存不到 就是以往高達的感覺 然後 副爺的回應 就是 看一看一看 之後 他就會 OK 沒問題 因此 充滿信心 就覺得 Gundam 應該沒有 Gundam的風格 應該沒有問題 實際上 他也說到 他也希望 這次的創作 不偏離 原作氣氛 很強調 也希望可以 抵抗自己的思想 就是這樣 就是 不是只說 以前高達裡面 一直 有了心思想 之前 他也說回自己想說的 另外 我們都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有看原作 或者是這個 動畫版 都會見到 其實 在機體上面 的一些描述 其實大家都看到 是一些很詳細的 甚至 在原作上 可能是一個 描述 這個 好像新郎洲 我記得是 用了兩版的紙 去描述新郎洲 究竟是一部 怎樣的機體 其實都問到 福正老師 究竟他 創作這個機體 我想動畫版 連一些 他們裝的system 甚至其他東西 可能都會有提及 我想是想給到一個感覺 就是 好像真實 給到一個真實的感覺 其實我們都有問到這個問題 那福正老師是怎樣回答呢 他會特別說到 這個機體方面 就是 雖然他自己不熟 這個設計方面 但他又說到 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一位 機設的老師的幫助 就是在這裡 他說到 裡面的MS 那些機體 一定會有這樣的設計 他很重視 應該可以這樣說 一部機體裡面 有什麼必然一定要擁有的一些部件 他都一定會先把它放回去 優先處理 或者說 應該是 根據他UC 說 八三反擊兩年之後 科技設定 那些東西 他會跟回去 是 也都很記得 他有人問到 就是 他現在 作為一個 大家都知道 其實 GUNDAM這件事 就很多年 是一部廣告漫畫 是不是 廣告的動畫 是一部很商業性的 是一部很商業性的 因為始終連繫到很多 的事業 大家經常聽 賣模型也是其中一樣東西 這部高達動畫 作為一個推銷廣告 推銷商品 你覺得 是一部怎樣的動畫 接著 福井又說了一句很深刻的 他就說 希望在做YouTube上畫的時候 除了這些賣廣告之外 亦都希望 證明到 現在日本是有能力 製作一部優秀的動畫 不是只賣廣告的 福井老師裡面 都講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以往高達裡面 很多時候 一些出了商品的機體 但內容在一個動畫裡面 他都沒有一個機會 給他做一個登場 其實福井老師也透過了一點 在第四話裡面 屬於這個叫做大運戰 在一個大運戰的主題之下 他期望 可以將很多不同 在YouTube上 真的會出現 或者將會推出 模型的機體 都會在第四集裡面 能夠給他出現 很多人都說 粉絲想看 是精心挑選不同的機體 當然 即是說 可能都未必放得完 但福井老師都會精心挑選 一大堆 可以放進去 讓大家看見 很強調數量多 對 很強調數量多 所以出場出場 然後被人砍 都被人砍了 都很感動的 有些人 那不是的 其實我想每場裡面 看第二集 第三集 第三集 那部機 都是出過一次 那次 第三集 白色那部 試作機 都已經有出現 好變形那部 是 後繼機 所以你都看到 其實 我想現在 我記得那部機 好像不是聯邦 我記得 為甚麼是聯邦 我忘記了 這是海白師問題 算了 找一些COS 你都看到很多機體 都是一次性的 亦都看到 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你知道 這樣的話 就沒有這種見夢格 沒錯 而且很辛苦 機設的人 因為每一部機 出動畫的時候 都要先畫幾幅設計圖 其實工作量很大 所以你說 如果第四集 其實時間 真的以一個大混戰的時間 而真的要推出 這麼多機體的 我相信是要花時間 而且還要計算 剛才那部機體 就是一些 物理的慣性 移動方面的 那些重力 就真的 我覺得等久一點 都值得的 如果是這樣 大家說真的 半年半年 看大家都預料到等 等多一點 好看一點 大家開心 以來看一套 整天奔走火柴人的動畫 不如看一套 給個同心願 你就可以了 這些 黑歷史 不要說 我們之後再說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那些 留在下載版 好 大家再見 留在下載版 好 大家再見 好 好 歡迎回來第三節的 動物無雙 對啦 之後 例如 接下來 星期六的舞台表演 對啦 舞台表演 首先第一場 都是SKE48 整天人的表演 對啦 這次是一個演奏 跟第一天不同 第一天 在主舞台上 第一天是有位置 第二天 椅子都撤走了 對啦 對啦 就變成了大家全部都要 走一走 演唱會 對啦 演唱會式的站 大家都要 因為就是一個演唱會 不過其實那裡 我覺得 我有一點點 就覺得 我不知道是那些人不肯 那些人不進來 還是規定了人數 但顯得其實前後的空位 可能大了一點 我覺得 比較奇怪 就是前面那麼多人 前面那麼多 就是裡面的空間 那些人就要站在外面 站在欄杠外面 就是站在欄杠外面 我不知道是他們 是他們不進去 還是大會 限制了人數 其實 我不知道是否限制了人數 但我知道有限制時間 讓他們進去 即是他們要在那段時間 排定隊先 進去 之後就不會再被人進去 即是之後 你不要在中途 就不會再進去 但我看見 好像開場之前 你見到他們 右手邊有班人排人隊 但前面沒有人 前面那班 站在欄杠外面 他們特地去 我覺得是個人意願問題 那些人就不想進去 因為你進去之後 就很難無謀言出來 那些方面 自己考量 表演節目方面 我想就不作細表 因為都很難用異語 去告訴大家 究竟有多精彩 是的 也看到氣氛很熱烈 因為 這個偶像系列的其中一件事 都很注重觀眾 現場氣氛 現場氣氛 表演活動 即是那些 所謂的樂他喵 我看見大家都 那裡反應都很熱烈 大家懂得跟著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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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專業粉絲 認識背影 哇 真厲害 我看見那些人是沒有補貝賣 厲害 然後第二場的表演 就是Daisy&Daisy 嗯 那 幸好一提 Daisy&Daisy 可能就是水柱落落的妹 大家 知道 是的 當日他就變成了 這個 妖魅 妖魅 我知是否有首歌 還有鋼漢都市 如果 我們聽眾裡面 最熟的應該是鋼漢都市OP 是的 至少我聽過就是鋼漢都市OP 妖魅有兩首 一首Ending 一首新的opening 是的 新opening就是OP7 因為我沒什麼 新一鬼動畫 新一鬼動畫 這麼新的 是啊 他沒什麼看動畫 因為他在舞台上也有提過 這首是新歌 是的 其實我看到應該是適合出碟的 所以 新一鬼動畫 因為我看漫畫版 我們也看動畫版 然後我們也有做過一些採訪的 是的 採訪方面 就是 有人也 剛剛說到 Daisy&Daisy 好像有些人 其實是一個group的名字 其實他有說到 這個聽起來就好像 Daisy的說話 這個聽起來就好像一個group 但是unit名字 實際上真的是一個個人名義 這方面可能是有些不會 不過我想他自己想說這個名字 他也特別 我記得他也說到 這個Fairytale的 那首Ending歌 其實是一個特地 他是唯一一個Fairytale 作的一首歌 因為其實 填詞是他自己填的 他是看原作本身的故事 那些感受 所以才填上一些東西 特別是會 對面那個故事 不過 Opening那首 因為不是他附下自己的填詞 編曲 那些東西 不過他就很特別強調 都是會用回原作的氣氛 即是那種感受 去填下去 他說到 那首Ending 因為始終大家聽到 動畫多 就知道Ending film 通常都是比較柔和一些 舒情一些 他就說到 而Opening film 就是多數是一些 比較活力一點的 充滿 澎湃一點的 他特別說到 這個 所以變成 Holy Shy的Ending 就是一篇雙感 說回主角的悲傷心情 到Evidence 就是新的Opening 就是一個 有光明輕鬆的感覺 一個New Start的感覺 這方面 就是他說到 Fairytale的歌 而 他也特別說到 我自己也很喜歡Fairytale的作品 也記得 那時一位 東立那邊的人 就送了一本 中文版漫畫給他 他也很喜歡 很開心 看到這本漫畫 而 除此之外 除了Fairytale之外 也說到 就是這個 他問到 會不會特別 他也參加了很多 唱了很多首 動畫歌 有講學 Fairytale這些歌 他也有份負責唱的 問到他會不會特別 可能想之後 會從一個動畫歌手 的路線去發展 他就說 其實就不會特別的 他希望唱不同類型的歌 自己就 由廣告歌 電視劇的歌 他也想唱 就不會特別 可能就是跟他 姐姐 水鼠外來 其實想發展 多方面去發展 都是想 不過 一開始的路線 又不一樣 還有大家可能都知道 水鼠的家族 都是做了演歌生意為主 也都 他都不意外 所以水鼠外來 就從小時候 會唱這個演歌 也都有人問到 如果這樣 會不會把演歌的東西放到動畫 然後他就說 這方面當然是難一點 因為演歌方面的唱法 和感情投入 都跟J-pop 相差很遠 不過他就覺得 演歌方面的奏藝 他學習演歌方面的唱法 都很幫助他唱歌方面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 投入感情方面 都是教了他很多東西 另外大家最想知道 究竟他跟他姐姐 會不會有機會同台合作 因為好像都沒有試過 哎呀 這方面很可惜 沒有問到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問題有限 大家很熱烈 就最後找不到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節目 就是Micky Hockey 首先也是 他播了一集 因為我沒有看的關係 是最中華來的 是最中華來的 是呀 是呀 OKOK 是最中華來的 當然我看了 我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沒有談我 二一而我二問 這個也不怕找什麼 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是很無聊的 不要緊要 不要太介意 我剛剛到場去到那個螢幕做什麼 不知道 沒有頭沒有尾 是不要看著 在場的氣氛 都跟你的感覺差不多 大家都看到 那個結局是 那樣的感覺 大家是 嗯 不知道給他什麼反應 而大家最激烈的 我相信是這個 阿會長 在那裡 搖雨的那一刻 就是大家 都搖嘴了 然後他說 原來決鬥的時候 那一刻 突然撞到胸裡 發覺 用胸來認人 當然說 他是懂得用於那些人 太偉大了 這樣實在 我已經套促不能了 好了我們去回家 我們去回家 很久 然後看完這動畫之後 就由那個 應該是那個製作總監 製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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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出來 由他就 宣傳回一個 跟Bushu合作的卡方面 那些東西 因為大家去玩 等等 而當中 講到就是 他記得他用英文去講 我記得他 他自己用英文去講 可能他覺得 懶得用日文 其實他想 香港的理論上 英文其實都會 答問題 他講英文 正不正 OK的 OK的 聽得懂 聽得懂 沒錯 我覺得OK的 所以 這方面 特別一點 之後 不過 其實那句 我覺得他播了 一套動畫的時間 再加上 寫出來 給我感覺 他喊了很多時間 終於輪到那個人 來唱歌 大家可想而知 唱歌的時間 一段少許插曲 最令我留意的 並不是台上面 是台下面 有一位 應該是粉絲 相信 應該都是 那是日本人 不清楚 但他不是很厲害 很激烈的舞蹈 你會看到 日本玩樂隊 有些人拿著十支螢光棒 一隻手指插著 十刀流 對 十刀流 一隻手指拿著一支那種 不斷在那裡搖 不過他沒有螢光棒 只是跳 而那段片子也放了 有人放上youtube 好像現在被人稱為格仔哥 格仔哥 超級威武 不過實在是挺厲害的 不論 先不論 他是一個什麼身分 但我覺得 某程 平心的人 跳得入都不是差的 不是 表現愛的表現 表現力是非常之高的 是愛來的 是愛的表現 我認為是厲害 除此之外 當Milky Holmes的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都有人 cosplay Milky Holmes的角色 有一位很搞笑 有四個穿Milky Holmes 這件T恤的人 小指援光棒在那裡表演 可見都有一些粉絲 Milky Holmes 而至於唱歌的部分 我最深刻 因為他不是用咪嘴 而是音響去唱 日本大部分 日本通常都不會用咪嘴 對 但也不唱得不差 算是OK的 本身那些歌的 羅里音連法 我所謂的 那些很尖聲的一種 洗腦電風 洗腦電風 對 雖然不算很難 也不是說沒有難度 但唱下去有跳有唱 我覺得他算是可以唱的 對 對 因為石川 因為離不來的關係 所以主舞台有一段休息時間 我們都可以休息一下 沒錯 對 然後到六點鐘 六點鐘 然後就是 何清智 和江端李沙 兩年前的CV 組合 舞台上的表演 亦都是兩年前的再演 可以說是 沒有了梁榮忠授主持 亦都沒有了一個LEGO 最核心是沒有了一個LEGO 我相信 何森老師 其實都說過 去年 他兩年前 在九戰 他自己記得 兩年前 在江湾會議 今次去到會議 那個場面當然更加大 感覺更加好 另外 就是 最近 他們 因為 這個就是剛剛上映 Marcos 亂來飛翼 才剛剛在日本上映 所以現在就在忙 就是 宣傳的工作 另外 在會場老闆的節目裡 大家都看到 何森武士都宣佈 他即將準備 他的新一套TV動畫作品 這套就是 創性的 逐作 嗯 是的 你也看到那個攤位 都很大宣傳創性 那時候 也根本是 整個攤位 都是創性的 也就是 創性的 創性 最精簡的一首主題曲 我看到 一邊走過 有時候跟著唱 那首歌 是的 另外 其實都說到 Marcos F 即現在電影版裡面 歷來 其實 在OV裡面 除了何森武士 擔當故事方面 機設 總指揮方面 基本上 所有創作的東西 何森武士 都一手包辦 那麽裏 另外 江段老師 都是 設計 一些新的衣服 其實也都 在OV裡面 即是電影版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 都會有很多 分紗 其實 大家最留意的 就是 OV 這個亂離非裔裡面 的分紗設計 其實可以說 不是說 分紗的人是誰 這個 其實 那一格 我想 那一格 因為整個白色鬼 現在的關係 其實認不到那個設計 其實我覺得 那些人 可能是拗肚 不是 MISERU 不是 你由身材的比例 大小去 看不到的 因為太大件 鬼鬼祭祖 你沒有看 蘇雪海報 打橫躺在阿露道 你手上 很容易 我們在看動畫裡面的 那邊看 另外其實都問到一個問題 其實 我想大家都會 看了第一 上集 就會見到 其實在故事裡面 其他人的關係 都有 很大量的 去做一個修復 其實都問過 何森武士 其實為什麼會 決定這樣做 當然 其實我覺得 其實幾合理的 解讀就是 因為始終 TV版 你有很長時間 去交代 一些人物的關係 但是 你 電影版沒有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聰明在 一件事 就是 一開始把一些人的關係 已經定性為 他們已經認識朋友 你不需要解釋 那麼多 還有 你有看過的 你會把電影版的關係 你會再套進去 電影版的關係 電影版的關係 再套進去 你會有個認知 在裡面 其實是會 你沒有看過的 很簡單 一句就是 他們原本是認識的 你就不需要再去交代他們 說 怎樣認識 怎樣成為朋友 怎樣成為朋友 為什麼會暗戀他們 其實這些 這個主節 可以很Base Concept 主節是公主台兩位 歌姬 別管他 其實 也有提過 最大的另一個分別 就是 不是他們的外觀年齡上 而是他們的精神年齡上 在設定上 稍為提高了一點 原來有什麼 他設計的角色方面 他說 稍為把他們的精神年齡 提高了 大概1至1.5歲 1秒 提高1秒 真的 沒用的 好像未覺得 可能後編才有 這個事情 還未很明顯 始終你這樣講前編 對 江東老師說到 電影版那裏 其實就說 設計衣服 因為設計很大量的衣服 其實更加 可能設計得 開一點 或者是不同的風格出來 讓大家見到 我看到魔法少女 對SM女王 也提到 最重要的是 創性方面 大家看到一段 數十秒的 深作 深作短片 我想大家最拱的 當然是 不動司令的 脫衣 脫衣 然後 脫衣之後 寫著兩個字 深作 我想是全場大家拱了 然後拍手仗 當然 我覺得這個是陰謀感 當然 在創性裏面 不動司令 都相當有 這個陰謀感 多有霸氣 其實創性的故事 叫做什麼 其實創性 今次 暫時出了兩句 就是 等待一萬年 還有二千年之後 以及 和這段段段的合體 不要想 哇 是禁短的合體 就是一個 不應該存在的合體 即是人類和其他 以外的生物的合體 不明白 禁短的合體 即是 不是正常的合體 即是 算了 其實 亦透了 這個 新的 創性 電視版 就會在 第一套 之後 就是二千年之後 所以 等待一萬年 一萬年 即是第一代 故事裏面 等待一萬年 發生的故事 然後 這個 新作的故事 再等到二千年之後 希望 他也希望 角色方面的表現 是成熟一點的 希望都可以 還有 他也想 把一些 曲曲的元素 都混和在裡面 還有 我想 最令香港觀眾 驚喜的 就是 創性的故事 主舞台的基地 就會以香港做藍本 去做設計 將會是一個 二千年之後的 香港 這樣 沒錯 所以 其實 他真的會有舞台在香港 還是設計會是在香港的意思 其實 沒有正式說 舞台是否真的在香港 但是整個設計 風格 就會以香港做取材 所以 何欣先生的整隊 製作團隊 其實都有來到 會場裡面 都和大家分開手 其實 最主要 今次除了參與CP之外 其實 他們今次來 都會做一些 香港的 一些 建築的 風景的取材 可以期待 他們打爆會展 我們 其實他看到會展 其實他有興趣 加會會展進去 聽聞 我看到一個烏龜 他看到一隻烏龜 有九龍城 類似九龍城的舊區 對 希望 大家另外一件最留意 就是 究竟 在TV版之後 舊的TV版 裡面的角色 究竟會不會 在2000年後 怎樣出現 可以是 我想應該是回憶 或者是 大家都知道 創政故事 涉及一些 叫做 神話成分 的 東西 我相信 要穿插 難度 應該不高 其實 然後 去到 即席輝豪 當然 會場 即席輝豪 畫了兩幅畫 我想 大家 有去過 兩年前CP的人 大家都會 清楚 何欣先生說 那幅 應該是兩年前 那幅 角度一樣 配圖一樣 架構一樣 幾乎一樣 講完 加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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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當端老師那幅 我就不太記得 但我記得 基本骨架 應該 擺位是差不多 不過你說 我記得 兩年前 都有畫阿律多 但我記得 好像畫的畫法 不是這樣的 今次更加多 就是 阿哥進去 四角戀 因為看到 現場裏面 有位Cosplayer 提醒了 乾淨老師 要畫他 糟了 忘記了 遺忘了 另外 我們記者會裏面 都有訪問過 在這個新作裏面 其實好像說 是不是會用到 因為香港 我想最多日本的動漫 用到的就是 九龍城寨 其實就是 會否加入了 因為其實 好像說 在我們的活動裏面 看到的 宣傳片 其實香港 都是比較舊式的 香港 即是古略印象 即是那幅概念圖 我相信 現在是 將一些概念圖畫 其實是未定的 其實是 大家可能 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 問一下 何森先生 究竟 其實是否這個風格 會這樣 何森先生都說 其實是 他想做一個對比 因為其實這個對比 其實是建基於 就是 何森先生在二十年前 是他來過一次香港 然後 再兩年前 因為CV 來過一次香港 然後今次 再第三次來香港 其實見到 每次的轉變 都很有趣 所以 其實他想 一些 舊式和新式的融合 相信就會是 鏡花都說 一些新衣服的問題 好像說 剛斷老師 設計新衣服的時候 好像有 魔法少女 那些 或者是 分衣服的 其實都希望 就是 做回一些 想做到 漂亮一點 就是讓人感覺 可愛一點 那些感覺 其實都盡量做到 都見到 我記得 引在手很深刻 他那對 Shirley的軍服的設計 另外 我們還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創性的 開始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是向這個 合體機械 三不萬合致敬 其實是屬於一個 都問到其實 新一集 其實 上一集 經過致敬之後 究竟 何欣先生在這個 合體機械人裏面 其實還有沒有什麼 新的概念 想去突破的呢 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 上次 何欣先生都提到 上次其實 都有一些 想做 但未加入創性的 機械人裏面 希望今次 就做到 還有 相信其實大家 以往有看過 何欣先生的專訪 其實都有 何欣先生都說過 因為 本身三個合體 裡面 本身是屬於三部機械人 大家都知道 其他合體機械人裏面 一模型化之後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什麼 站不穩 因為 上半身的背包實在太重了 其實 第一代創性裡面 其實都有留意過 那邊的問題 其實都會儘量去 怎樣去研究 可以令到整個 機體的合體 更加平衡 今次何欣先生說 希望可以更加挑戰更加高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最完美的合體出來 嗯 雖然是禁定的合體 原來是 希望 希望 原來是這個意思 希望都會跟這個 香港舞台配合到 那 香港高達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高達 那 希望 可能跟舞台上有一個結合 應該說 合體上 可能跟舞台上 都有一個聯繫 在裡面 嗯 另外 都問過一個問題 何欣先生 大家都知道 何欣先生的動畫裡面 很多不同的歌曲 應該說 很多不同的歌曲 都會專輯在這個動畫裡面 都有人問過一個問題 究竟 除了女聲之外 究竟會不會有男聲出現 巴薩娜羅 何欣先生也說過 加一個男聲 相信大家最為大家記得 就是巴薩娜羅 但是 要找一個 這麼強烈的男性 角色 做出來 其實 他暫時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 究竟怎樣加下去 所以 暫時 不知道會不會加 但是 現階的影響 都沒有想到 這次 馬克勒羅斯 一王二王 可能下一套 一王二王 兩個男歌手 男歌手 加一個女公主 對話都可以 被女性去 為什麼 所以 很多會場 都問過 是否要做給女性觀眾 看 女觀眾都是男觀眾的問題 他還說 可能是男一半 女一半 可能出來效果 這件事 另外 最後都問了一些 現在播放的 《戀離非役》 的問題 其實 他希望 何欣先生 上一次 很多角色上的交流 依靠 就是 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 時間可能上 都要去遷就 所以 其實他也盡 去加強 我們看到的 Sherru的 耳環 的一些能力 其實他也盡可能 加強 令到溝通 好像戰鬥 無論戰鬥中 我們平時 我們最見到的 所謂的 裸體療研訊 Something like that 其實這些會加強 可以在戰鬥之餘 可以同時間 做到一個交流的溝通 其實都會盡量 最好 其實 Lanka 因為他有特殊能力 盡量 他也會提升這些能力 希望 令到交流方面的問題 會改善了 我想 這個 大家要等這個 《戀離非役》 在香港出售 或者大家訂DVD 或者Bullway 大家到時再去欣賞 第一天 當然 到了這裏 第一天的重點 真的魅力很大 老實說 就是 原本 這個 Sunlight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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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多人 但當河心 那裏 完結之後 人們就蜂擁而至 已經去買東西 當然 因為那裏 出現一個簽名會 很正常 你看到 另一個角落 就是 河心 江尊里莎 簽名會 那裏 原本就在這裏 剛才還有一件事 就說了 天神英貴先生 本來是星期日 才出現的 突然之間 都神秘現身 當然 因為本來我記得 大會那邊 其實是說 天神英貴老師 其實就 明天才簽名會 其實都特地 就是 一次過三個坐在這裏 三個同事 給大家簽名 哇 哇 薩比斯 對 薩比斯 當然 這個自我失望一下 我當然都找了 三位老師的簽名 其實 天神英貴老師 其實很友善 每一本書 排隊之後 他都會問 就是 人家叫什麼名 然後親自在這本書裏 吐回哪一個 然後再簽名 他懂得寫 不是 他叫我們寫 寫下去 當然他都是寫英文的 通常都 我見張子裡面 全部都是英文 很少寫中文的 剛端老師也有做同樣的事 當然就見到 很多些 Marcos的一些 歷來年代已久的產品 都出現 在會場外 通常這些都是簽名會的慣例 很多時候是眼淚 沒錯 簽名那裡其實都簽了很久 其實 由這個七點半鐘 簽到接近九點 嘩 手軟 我想是三位老師都不介意 而且在場面 不是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開頭的東西 你拿多少 他們簽多少 都挺好的 是啊 那之後沒辦法 我相信 你始終時間是有限的 要把場面交出來 沒錯 沒辦法 通常都是這樣的 沒辦法 當然你看到 除了電腦 書之外 即是即場買的書之外 有些人帶電腦 有些人帶Marcos的模型 或者一些初代Marcos的畫集 來簽名 嗯 模型怎麼簽名 簽名 簽名機 簽名機 簽名機上面 哦 明白 即是他在那個位置 簽名 在機翼上 相信 應該都令 三位老師都有點驚喜 這些帶來的東西 你還好 那你大哥 那當然啦 我帶一些持手券 還有一張 就是他們的婚紗 說你剛才老師簽了 持手券 握手 即是說幾適合 沒錯 哈哈 炸的東西 這個東西 不要再提了 好了 第三天其實 其實就是現在啦 恨好 其實就是 第三天的活動裏面 有部份 好像其實 心田姓一 就 因為 地震的關係 其實他都過不了 我想其實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 病大問題 因為始終 他們簽名會那邊 其實都做了一個搶建措施 拿了簽名的醜的人 他會把一些簽名的東西寄過去 然後 然後 就會拿回 我想應該不會寄密版 我想應該是簽名版的 其實應該是 是啊 始終 因為你都很難 在一個模型上面 空運一個模型 過去 那其實 我想 最低限度 都做了最低限度措施 但我覺得 情有 你沒有辦法 真的 天災人禍 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想大家都應該要原諒 大家都應該要原諒 大家都應該要原諒 事實上 我看到官方頁面的反應 大家都應該要原諒 事實上 因為他已經來了香港 所以 二十五年來了 對 二十五年來了 當然 但是心田成一 都來不了 幸好 因為之前JAN Project 麗林 和橋本 他們 之前已經在 城田機場 那裡躺著 在Facebook的中午消息 已經說到 已經如常舉行 是的 好像說 其實還有一些 都有一些調動影響 不過這個 大致上 情況 因為我們現在的 浪音時間 就是這個 禮拜日 我們未去到 就知道 就是當日的情況 當然 之後 好像星期日的事情 我們就會再補上 補上 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 另一個重點 就是 天神英貴 和何心靜止 應該相信 是大談這個基設 應該就會是 整體上 整體上 其實三天內的 Event 雖然你說 Proof 沒有 動漫節 那麼多的 Proof 給你看到 或者一些 但是 Event 是豐富的 我覺得 我都看到 可以Facebook的原因 很多人 是故意說 入場 就是為了 再去Event 即一些 舞台活動 去看一些 大家親自 看到一些製作人 或者一些 偶像 或者一些 歌手的表演 很說真的 其實 兩點是給我感覺 在舞台表演上 而不是在Proof上 不是 交流 舞台表演很奇怪 就是 我們可以近距接觸 我們 平時沒有機會 看到的 偶像 那些 另外 我也要贊一讚 大會舞台的 翻譯是非常不錯的 是啊 我真的要贊一讚 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 出席一些 Event 其實 有時有些 翻譯的確是 尤其是 你本身 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人 你要知道 就是 他解消了很多 其實很多時候 是 但這次 雖然 不會說沒有脫漏 我相信 不會說沒有脫漏 但至少 各位 老師 或者偶像 說的 至少 七至八成 都已經翻譯了出來 即是時傳日 很難完全十成 去講完 不是 我看了星期六 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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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其實 他三日裏 都是用同一個翻譯 但 反而我覺得記者會 比較好 記者會是不同翻譯的 對 記者會是不同的 但記者會比較好 我覺得 我沒有看何心 但我看《GUNDAM》 比較讚賞 那些專業 那些《GUNDAM》本身的名詞 都做得出來 應該說 本身都有一定的理解 我相信他們都有 我看他應該有準備過 甚至應該有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做足功課 就可以讚賞 不過我想 其實為什麼 我會說 我會覺得 表演方面 反而是兩點 在於 在一個 攤位方面 這次的C3 跟動漫節 分別 好像越來越小 尤其是 我看到很多 販賣商品向的東西 例如 經常都會看到的 殖民社 木棉花 我不是說 這些不出現得 在那裏 但問題在於 相比上一次C3 就好像 想看一些 業界動畫裡面 那些東西 就反而少了 但另一方面 其實我想 要顧及一部份 的消費者 其實 木棉花的 並不是說 沒有做出事 好像一些簽名會 其實是由木棉花 那邊 看DASY那邊的簽名會 是的 我覺得 固然你說 賣得太多 一些銷售性的東西 而令到 C3 可以看到的 一些情報向 或者一些 設定向的東西 是少了 但相應措施 我想 就回香港的情況 其實是 香港人 習慣出Event 有些什麼 我覺得 有些 其實是滲了 是的 我記得有人說 沒有刀買的那裏 有些人說 生氣了 拿你出去 不過 我覺得這方面 比較可惜 不過 當然 我覺得 已經是不算不錯 在於 都有這些 是很難得的 始終 整體上 當然 今天我們還會再去Event 入境 追擊 各位 追擊 記者會的情況 但是 整場Event 其實 我覺得 Event 最重要的是 大會安排上的所有事情 最重要是 清楚 明白 你不要搞到 一時一樣 尤其是 之前 參加Acer Game 組合的時候 出現這個問題 大會在說話 另外那邊 舞台又在說話 兩邊在對中 大家在對策 其實是很奇怪的 應該說 一邊完了 到另一邊 或者一邊靜 一邊是動的 其實這些安排 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例如 那裡說到大舞台 才是舞台 最重要是 有公佈 其實 Event 大家看動漫節 或者Acer Game 等等 其實 他們是很少做公佈的 會 事先十五分鐘前 或者十五分鐘前 都會再說一次 叫人來主舞台 其實這方面 當然 除了可以保持 令到舞台的人數 會多 之外 另外就是 可以讓人 準備好 排隊 其實你見到 排隊情況 是很良好 大家沒有出現 什麼 吵叫情況 你知動漫節最流行的 是有吵叫 排隊 就一定有吵叫 這方面 其實是好的 這方面 其實做這些措施 是做得很好 還有 動漫節 是做不到的 就是 他很利用Facebook的頁面 發佈的消息 這方面 這方面 真的很辛苦 這方面 CP真的做得很足 那些是很純色的 即時去做一些 現場的公佈 你真的可以令到吸引到一班人 原本說 可能三分之一 去不去好 看到情報之後 都會有興趣 進去 更新的速度 是很快 很頻密 還有我想這個 其實看回是什麼 尤其是現在大家都用這個 知人電話 其實 在裡面都上網 這些情報 其實是即時 如果沒有想上去 其實 其實幾方便 其實 對 尤其 當見到 很多節目調動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 Facebook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對我們這些觀眾來說 對我們這些觀眾來說 或者可以說 日本其實是習慣 就是用這些 Facebook發佈 這方面 可能是去日本的 他們的方法 拍出來 嗯 對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 星期日 我們看回 就會在 後面再去追加一些內容 或是用文字稿 再公布給大家聽 當然 你說另外的 之前的訪問內容 我們都可能 會去整理一些文字方式 給大家 方便大家觀看 另外 我們都會看回 一些訪問裡面的 真情對白 深情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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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去做一些減輯 讓大家可以入學 可以聽回 大家再去留意一下 好啦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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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